字幕提供 《宇傳華麗記》 寶貝 你真好 下次再買 只限一次 好像才爺派堂一樣 只是一次性的措施 每次都買 破產都不行 自從金融風暴之後 特區政府很多時面對的壓力 就是要在短線裏面做一些功夫 例如挽救當時經濟的衰落 甚至在失業和低失業的人士方面 做多些舒緩的措施 一樣了解 但問題與之同時 亦都希望打出長遠的工具 例如令到香港將來的經濟發展更加美好 以及有一個前途 所以政府在預算上的角色 要平衡短期開支和長遠發展